大家好,我是小猫,小猫夜话讲述最真实的情感故事。 一次偶然的机会,我认识了一个叫蔡蔡的女孩,从她口中听说了一些关于福利基的事情,听罢不觉感叹,世间之大,无奇不有。 福利基最初源自日本,基,原本是公主的意思。 福利基不单单是发泄大尺度的照片或视频,它背后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。 蔡蔡是她给自己取的网名,接触这个时,她才18岁,读大一,是做兼职时认识的一个叫白雪的女孩拉她入的坑。 白雪手把手叫她注册账号,告诉她如何拍照,修图,上传,以及如何博取男人的关注。 最初蔡蔡是想快点挣钱,所以每次拍照都挖空心思。 她穿着美基旅布的衣服,摆出夸张的动作,发到网上就有人私信她,有男人为了要一张她的照片,说尽甜言蜜语。 年少的蔡蔡,在男人的甜言蜜语中以为自己成了公主,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。 但是毕竟拍的是大尺度的照片,她心里害怕,担心被熟人看到,白雪一直跟她说没事,又不露脸。 为了呈现更好的照片效果,白雪帮她修的图,蔡蔡只觉得这个来钱真快,她站大街上发一天传单,也才60元。 怪不得有些人什么正经工作都不做,专业做这个。 她被白雪拉到了一个群里,群主是一个男人,蔡蔡只知道她的网名叫老谭。 群里有400多人,隔三差五就有女孩加进来,群里的女孩基本都是福利机,老谭是中介,群里还有一大部分男网友,是所谓的绅士。 绅士就是买大尺度照片和视频的人。 蔡蔡到现在也没明白,明明是一群好色的男人,为什么在这行里会被叫绅士? 群是付费群,进群的绅士们要交298元的进群费。 后来蔡蔡才知道,不同的群,群费不一样,能看到的照片和视频尺度也不一样,老谭手上运营着十几个这样的群,不停地招揽福利积入群,和绅士们打交道,收取费用。 起初,老谭跟蔡蔡说卖照片和视频的钱,她们55分,以后她的生意好了,再谭分成点,蔡蔡多点,她少点都没关系。 蔡蔡跟白雪说了,白雪也只是笑笑,让她踏踏实实地拍照挣钱,白雪还跟蔡蔡说,拍照要大胆,扭扭捏捏的反而效果不好。 不久后的一天,白雪微信蔡蔡,说,蔡蔡,你可以在平台上出售自己的原位内衣。 原位内衣,蔡蔡第一次听到这个词,白雪见她完全是个小白,就说,哎呀,就是你穿过没洗的内衣,那些老色批喜欢得很,价格几百几千,更高的也有。 蔡蔡想想都觉得恶心,那些人怕不是脑子有问题才会买女人穿过的内衣,而且为了证明确实是穿过的内衣,内衣上得有点痕迹。 这就侧面说明,内衣越脏越受欢迎。 蔡蔡把自己穿过的内衣拍照上传后,竟真的有人来问价格,还特地问了穿几天。 她根本想象不到网络的另一端跟她私信聊天的是个怎样的男人。 蔡蔡以三百人的价格售出了自己的第一件原位内裤。 白雪听说后说她把价格卖得太低了,还让蔡蔡不要害怕要钱,这个男人不买,有的是男人买,如果换成是她,估计能卖七八百。 你说那些男人多可笑,我买一条新内裤才十几块钱,穿过的竟然卖了三百,甚至可以卖更多。 蔡蔡说这话时,笑得很嘲讽,要不说男人的钱好挣呢? 这确实也是我没想到的,人的欲望各种各样,什么东西都有人喜欢。 穿过的内裤放一段时间不洗,不知道要滋生多少细菌,可有人就偏好这种。 蔡蔡说群里每天都很热闹,尤其是晚上聊什么的都有,因为好奇,夜深人静时她会把群消息都看一遍, 里面聊女人的胸,私处,男女间的性,这些都是蔡蔡不曾接触过的,而那些人却可以口无遮拦地大聊特聊。 那些绅士甚至会在群里分享自己的性经验,谈自己跟多少女人滚过床单,似乎越多,越有成就感。 蔡蔡看得面红耳赤,竟还不知不觉失了内裤。 同时,蔡蔡心里也有些反感,因为在那些绅士口中女人似乎是个玩具,而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。 她做福利机,其实也是把自己当商品。 老谭发在群里的照片,是经过处理的,那些绅士如果想看清晰照,就得付钱。 每当老谭发照片,群里的绅士就会聊,哪张照片更有看点,他们当然想买更能保衍服的照片。 过了一段时间,老谭说蔡蔡拍照放不开,照片质感也不太好,绅士买得少,白雪让她多买一些性感的衣服,或者cosplay服装,最好把自己的女性气息都发挥出来。 蔡蔡没什么钱,都是从网上买一些便宜的衣服,还得小心翼翼地收着,以免室友看到,她拍照都是挑事有不在的时间,但这样的时间很少,她只能翘刻。 她拍照通常是在寝室内的厕所里,空间狭窄也没关系,她在修图时会把背景虚化,有次她穿着性感巫女服拍照,忽然听到寝室的门被打开,紧接着就是室友说话的声音,她忙停下了拍照的动作。 很快室友就开厕所门,但蔡蔡一早就反锁了,室友问,里面是谁呀,我拉肚子。 蔡蔡吓得出了一身冷汗,一边支支吾吾地说,在上大号,一边想换衣服,可她拿进厕所的全是拍照穿的衣服,每件衣服都性感风骚,她根本不敢让室友看到。 欢望中,蔡蔡实在想不到办法,室友又在外面一遍遍地敲门。 听到这里,我都替她捏了一把汗,那时她还小,如果被别人看到她穿那样的衣服,她还怎么见人呢? 你快点,我快拉裤子里了。 在室友催促生理,蔡蔡急忙脱掉身上的衣服,又匆匆打开淋浴头,弄湿自己的头发和身体,随后把所有的拍照服揉成一团抱在怀里,打开门就冲出去,把拍照服塞进柜子里, 又找了一个睡衣套上。 室友边进厕所边说,你不是上大号吗?怎么在洗澡? 哦,我,我先洗得早,又上了大号,忘记哪要换那衣服了。 蔡蔡每每想起这件事,都心跳加速,她想过放弃,但她需要钱,暂时不能回头。 这点我倒是很惊讶,她是大学生,怎么会这么急于用钱? 我姐弟三个,我是大姐,弟弟最小,高考后我考上一所还不错的大学,本来是件高兴事,可我带弟弟出去玩,车子骑到了沟里,摔断了弟弟的腿,医生说以后治好了可能也会留下坡脚的后遗症,通俗点说,就是瘸子。 蔡蔡说着红了眼眶,爸妈平时很宝贝我弟弟,我害怕,觉得自己毁了弟弟的一生,对不起全家人,我是悄悄跑出来的,但是没地方去,就跑到录取我的大学的城市,一边打工,一边等开学。 她想挣钱,多挣点钱,将来用金钱弥补弟弟,弥补爸妈,因为在寝室险些被室友撞破她做福利机的事,她搬出了宿舍,在学校外面租了一间房子,开支大了,她就更得想方设法赚钱,当然都是靠卖照片和视频,她从网上学了很多搔手弄姿的动作,拍视频的时候可劲儿扭,反正不会有人知道她是谁。 为了保持跟绅士们的粘性,她还要做直播,卖原味内衣时也会直播,她闲脏的内裤,要拿起来纹,把自己内裤上的分泌物展现给绅士们看,她觉得自己也变得恶心起来。 某天,白雪忽然给蔡菜发消息说,要给她介绍一个男朋友,蔡菜心里想拒绝的,可她看了那个男生的照片,有点含戏,属于比较帅的类型,男生叫苏畅,人帅,名字也好听。 白雪让她先见面看看,互相了解一下。 面对白雪的热情,蔡菜有些不好拒绝,就答应了。 见面后双方都觉得还不错,两人发展得也比较快,很快就如交四期了,但蔡菜不敢让苏畅知道她做福利机的事情,所以没敢说自己住校外的事情。 约会结束,苏畅会送她回宿舍,未免露线,蔡菜不拍照的时候就回宿舍住。 一个偶然的机会,苏畅知道了她住校外的事,虽然嘴上没说什么,但明显表现出了不开心。 蔡菜因为撒谎,而心生内疚,就提前收拾好出租房,把拍照符都收了起来,才带苏畅去。 那天,苏畅没有回去,蔡菜在害羞,紧张,害怕,好奇等几种情绪的混合下,向苏畅交出了自己的第一次。 那时候的自己是真傻,看不清白雪和苏畅的真面目,蔡菜说起这件事,就很后悔,白雪真是害人不浅,所以她被抓也是报应。 处于热恋期的蔡菜忽然发现,白雪的签名改成了,可约包邮,价钱好谈。 蔡菜问白雪怎么回事,白雪却跟她说她们都被老谭骗了,她们辛苦拍照,拍视频挣了钱,百分之七八十都被老谭拿走了,老谭却还说是跟她们五五分。 所以,白雪出来单干,除了照片,视频和出售原位内衣,白雪还决定和网友线下见面交易。 这意味着什么?蔡菜懂。 所以当白雪问她愿不愿意合伙时,她拒绝了,虽然她想挣钱攒钱,但她不想卖身。 可她也不甘心被老谭坑骗,谁知她刚问了老谭,老谭却说这个圈子很复杂,而她却傻得可以。 那时她才知道,白雪介绍她当福利基,也是拿了人头费的,老谭给出的条件是介绍一个人,给白雪三千至五千元不等,具体给多少是看被介绍来的福利基的身材和颜值。 身材越好,价格越高。 另外,蔡菜每一次出售照片和视频,老谭也给白雪按业绩,算提成了。 蔡菜气了白雪一段时间,后来想想也是情理之中,她跟蔡菜没有什么交情可言,怎么会无缘无故帮她拍照,辟图,上传。 后来听说,白雪和男朋友组成了情侣档,白雪当模特,她男朋友拍,有时候也会男女同框,进行大尺度表演。 两人把拍好的照片和视频发到网上,也发在了一些国外的社交平台,他们还组建了一个群,并设置了入群费,彻底撇开老谭,出去单干了。 群里有些绅士会提出拍摄要求,这就属于私人定制了,价格也会高一些,白雪也接。 蔡菜看过白雪的大尺度视频,白雪和她男朋友的黄色视频画面很清晰,靠着黄色视频,听说短短两个月,他们就赚了七八万。 自从撒谎被苏畅发现后,苏畅就逼蔡菜以后不准对她有隐瞒。 蔡菜刚发誓没两天,苏畅就从蔡菜的微信里看到了白雪的朋友圈,满屏都是各种大尺度照片和小视频。 苏畅翻看聊天记录,发现蔡菜竟然也在做福利机,两人不可避免地大吵了一架。 苏畅直言说这样的蔡菜根本配不上自己,而蔡菜也觉得自己配不上苏畅,但她又深深地爱着苏畅, 为了不分手,苏畅说什么她都答应,让她做什么也都可以。 苏畅冷了她几天,才肯原谅她。 苏畅故意问了一些关于福利机的事情,随后就跟蔡菜说可以帮她拍照。 有人帮忙拍照,肯定是比自己拍出来的照片效果更好的。 之前蔡菜也听白雪说过可以约拍私房照,这样出片效果好, 更容易得到男人们的关注,男人也更愿意一支千金。 蔡菜上网查了一些关于拍私房照的信息,发现这块其实也很乱, 而且福利机约私房照大多会伴随一些肉体上的交易。 她不想跟不熟悉的男人发生性关系,就一直都是自己拍。 其实她知道,做福利机的女孩很多是未成年人, 有些小女孩才十三四,十四五岁,什么还不懂呢,就出来不男人关注。 其实那时候我也什么都不懂,蔡菜说着叹息一声, 说,自从做了福利机,什么都懂了,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, 耳濡目染后学起来很快,也会带骗人的三观, 让人觉得只要能挣钱,什么脸面,尊严都可以放弃。 要说什么是她最后悔的事,估计就是遇见白雪和苏畅了。 苏畅听说老谭要赚蔡菜一半的钱后,就一直说蔡菜傻, 还让蔡菜跟白雪一样独立胆干。 蔡菜没有资源,担心无人光顾她的生意。 苏畅说那就找资源。 蔡菜在苏畅的怂恿下去蹭漫展, 她跟Coser一起混迹在漫展, 但是她不敢跟Coser们聊天,怕自己一开口就暴露, 因为她即便对Coser的角色做了一些功课, 但掌握得很浅薄。 那些Coser们一起聊天时, 蔡菜还听他们聊到过福利机, 说那些蹭漫展, 吊男人的福利机就是他们的圈子的癌细胞, 狗皮膏药。 他们说其实来漫展的福利机也很好辨认, 他们大多是一个人, 没有CP和团队, 来的主要目的是加男人的微信, 回去后就会给男人发露股消息, 一点点引诱男人, 而他们通常一个人来漫展, 也是怕别的福利机来了会抢生意。 蔡菜听得一阵脸红, 做福利机确实挺让人不迟的, 他们打着Coser的名义, 做龌龊的事情, 难怪会被Coser圈这么排斥。 蔡菜在这样尴尬的境地, 也不敢贸然主动去加男人的微信, 同时她也担心有角色的粉丝来问她问题, 让她当场暴露, 漫展开始没多久她就回去了。 苏畅见她毫无所获地回来了, 骂她没用。 如今,她也被苏畅骂习惯了, 因为福利机的身份, 她总觉得自己在苏畅面前低人异等, 却没有发觉, 苏畅正一点一点把她拉入深渊。 为了赚钱, 苏畅开始在各个社交平台发布蔡菜的大尺度照片, 为了博眼球, 她还偷偷拍了自己和蔡菜在一起的视频发布网上, 把蔡菜包装成一个可以出卖肉体的浪荡女孩。 苏畅还在社交平台卖照片和视频, 比如298元可买80张五码清晰照片, 398元可买10个五码视频, 98元可买一件原味内裤, 198元可买一件原味内衣, 还有袜子, Cosf等。 蔡菜发现自己在苏畅眼中也成了商品, 而且赚的钱都进了苏畅的腰包, 她成了苏畅赚钱的工具。 苏畅甚至还要让她跟白雪一样, 线上可聊, 线下可约, 只要男人出的钱够多, 她们可以全国各地赴约。 蔡菜说, 要去你去, 我还得上学。 谁知苏畅竟说, 你那个大学上不上有什么关系? 还不如好好赚钱, 你做福利机也是吃青春饭, 就这几年好时光, 可得把握住了, 你看白雪赚多少钱了, 你得放开些。 你不是嫌弃我做福利机吗? 蔡菜生气质问她, 为什么现在这么支持? 你是我男朋友啊, 既然怂恿我出卖肉体去跟别的男人上床。 这怎么能是怂恿? 苏畅比她还生气, 你不是一心想赚钱吗? 我这是在帮你赚钱, 况且, 照片, 视频, 内衣内裤都卖了, 你还怕卖身, 真是当了婊子还想立牌坊。 你骂谁是婊子? 你跟古代那些青楼的妓女有什么区别? 苏畅推了一把蔡菜, 你还不如他们呢? 最起码他们还会吹拉弹唱, 你只会叫床。 蔡菜从来没被人这么侮辱过, 她一巴掌打在苏畅脸上, 换来的却是苏畅的拳打脚踢。 最后, 挨骂的是她, 被打得鼻青脸肿的也是她。 做福利机, 是我最错误的一个决定。 蔡菜说, 进圈容易, 退圈难。 她跟苏畅大打一架后, 苏畅好多天, 没有联系她, 似乎算准了她会主动求她原谅。 可是蔡菜骨子里也是个骄傲的女孩, 不露脸是她的底线。 她偶然间在平台上, 发现了自己和苏畅在一起的视频, 头皮顿时一阵发麻, 有几段视频她的脸很清晰。 这个坑人的王八蛋, 她怒气冲冲地去找苏畅, 发现苏畅竟然和白雪在一起。 白雪和苏畅在一起, 她也不稀奇, 她们两个本来就认识, 可让她惊讶的是, 她们俩以前以后来开门, 看情形, 明显是刚运动结束。 蔡菜跟白雪说, 你有男朋友, 像我们这样的人, 就不要用世俗的道德标准来要求了吧。 白雪笑了笑, 反正就是玩, 跟谁玩不是玩。 无耻, 可蔡菜跟她, 不过是五十不笑百步, 谁都不清白。 白雪拉着蔡菜说, 我也算是你入圈的引路人, 让你赚了这么多钱, 你不知道感激, 反而跟苏畅吵架, 其实也是你自己想不通, 我们走了这条路, 你还那么清高干什么, 弄得婊子不像婊子, 贞洁劣女不像贞洁劣女。 蔡菜想了想, 说, 我退圈。 你想退圈就退圈, 苏畅接话说, 你只要退圈, 我就把你的视频, 照片, 发到你们校园网上, 看你那些同学怎么看你, 你不但要好好拍照, 拍视频, 只要有人出高价, 你还得去外地陪人家。 苏畅还让蔡菜跟白雪学习, 白雪有时候出去, 还会带着男朋友一起, 提前谈好, 玩得更害。 赤裸裸的威胁, 蔡菜不想被人拿捏, 她想报警, 苏畅说没关系, 福利基本来是擦边球, 但她的账号上传的视频, 已经违法了, 报警就是自首啊。 蔡菜明白了, 白雪把苏畅介绍给她, 原本就是一个坑, 她彻底掉在这个深渊里了。 幸好, 白雪被网警查到了, 她和她男朋友, 还有苏畅, 因涉嫌传播淫秽色情视频牟利被抓。 蔡菜也被依法传唤了, 幸好蔡菜聪明, 留取了被白雪和苏畅威胁的视频和文字证据, 虽然也脱不了干系, 但被从亲处罚。 拘留了几天, 她就被释放了, 而白雪和苏畅等人情节较为严重, 非法获利较多而被量刑。 蔡菜被教育一番后, 也明白了做福利机终究不是正途, 即便暂时挣了钱, 也不能长久, 而且确实会带坏小朋友。 回到学校后, 蔡菜因为大多心思都没用在学习上, 挂科了几门后被辅导员谈话, 蔡菜再三保证一定会好好补考, 认真学习。 过年回家, 她看到弟弟的腿忍不住大哭, 可是弟弟没有责怪她, 反而安慰她, 说她也不是故意把电动车骑进沟里的。 爸妈虽然还生气, 但不仅气她摔坏了弟弟的腿, 还气她一声不吭就跑出去, 半年多也不打个电话回家。 爸爸还去蔡菜所在的城市找她了, 但是因为没记住她学校的名字, 就先去高中找她老师查学校, 但又因为不知道她在哪个系哪个班, 只能一个教室一个教室问。 好不容易找到她的班级, 透过窗户看见她, 见她好好的就回去了。 蔡菜听后嚎啕大哭, 在爸爸辛苦找她的时候, 她可能正在镜头前没羞没骚地扭动身体, 或者跟苏畅滚在一起, 都是她对不住爸妈, 姐弟, 对不住这家。 妈妈叹着气, 说以前的事都发生了, 再说也没法子改变, 往后你们姐弟三人都好好的, 别惹事, 也别犯事。 蔡菜每每想起妈妈说这话时的表情都忍不住难受, 她总觉得爸妈什么都知道, 虽然被拘留前, 她跟辅导员请了假, 只说家里有事, 但她被拘留那么大的事情, 不知道警察会不会联系她家人。 不管爸妈是否知道, 她都不会主动去说这事, 她要洗心革面, 好好学习, 做个正常的人, 走正常的路。 人这一生, 不是每个决定都是正确的, 很多人会走弯路, 有些人会一条道走到黑, 撞了南墙也不回头, 而有些人会迷途之返。 我看蔡菜的神情是真心悔改, 她能把这段往事讲出来, 也是坦然跟之前的自己和解了, 希望她往后的人生不再走歪路, 也许本本分分, 不会成就大事, 终其一生也只是一个普通人, 但行得正, 做得端, 内心就是平和的。 而是坚持人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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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 明镜与点点栏目